然后呢 稳稳摘要啊 这个稳稳摘要是我们之后呢 要去做的一个例子啊 之后会给大家准备一个数据啊 那个数据还是蛮大的 大概有几百兆 然后里边大概有50多万个稳稳数据 然后也都是这样一种形式啊 就是有一个test啊 这里其实他这个缩写字 我随便拿着一个 这里呢可能就是这个 他用s来表示着当前的一句话 然后可能用这样一个t啊 来表示着当前的一个摘要吧 咱们之后啊 也会有这样一个数据啊 也是一个英文的 因为中文的一个数据啊 我还不太好拿不太好去找 中文就是在公开数据集上 没有一些大的公开数据集的找的地方 但是呢英文数据集啊 有很多公开数据啊 都是可以直接下到的 然后50多万个一个对 不是对话数据 就是一个亚马逊啊 他的一个就是用户评论商品的一个数据 假如说啊 用户对这个商品进行了这么大的一个评论 然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对于这个评论 我写出来一个非常简短摘要 比如说他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商品很棒 这是一个简短摘要吧 他可能之前说了呀 这个商品爱不释仇 又便宜又廉价 买回来之后啊 用这个非常好 然后给他给他个摘要 就是好而实用 是吧 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做的 会大家就是举一个例子 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个文本摘要 文本摘要是不是咱们输入是一个序列 那输出我想一个短序列 那我也是可以的吧 这个序列里啊 它是没有要求的 没有限制说你的一个输入和输出大小是必须一致的 也没有限制你的一个输入的一个大小 必须是字符相同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定义 也可以用一些我们其他的小面的方法去解决这样一个事 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来看两个摘要啊 就是就两个输入数据 咱们把它叫做一个sauce data 就是一个原数据 在我们的一个原数据当中啊 是不是 比如说上面我写个1 然后下面写一个2 这个1啊和这个2的时候 它亚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的一个2呢 我们的网络有个要求吧 是要求我们这个1和2 它大小是一致的 那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不满足咱们的一个需求了 咱们之前在讲那个怎么样 用CNN处理文本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这样的东西啊 我们可以补全吧 比如说1里边 1这个里边它是有10个字符 2这个里边它是有12个字符 然后3呢 还有4 反正它们最大的一直到10个吧 最大的当中就是这12字符 那这里是不是我们就要补全了 在这块加上两个项 在其他的就是你缺多少 我就补多少 反正拿着按照最大的进行一个补全 不就可以了吗 补全之后啊 它的大小不都都是12了吗 补全里边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派的项 比如说 你往里啊就加上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就是一个派的 然后呢 你用一个数字啊 给它进行一个映射啊 这是我们通常去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啊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之前还没说 这里啊 我们来看 这里有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end end啊 就是叫做我们的一个中指字符 那其实啊 很多就是论文上 它都不用end 都用一个eos eos的意思啊 表示着跟这个end是一样的 就是end of sentence 我们在 我们在做这样一个解码的时候啊 是不是不能让我们的一个数据 无限制的解码下去啊 我们需要一个中指字符吧 可能有些就是输出完啊 它是一个三个字符 可能又是五个字符 那该怎么让它停下来呢 我们需要让它知道 什么时候是会出现这样一个 嗯 就是end这样一个字符 所以说 在我的一个数据源上 我把首先把数据拿回之后 我要对数据啊 先做一个预处理 比如说 正常我的一个label是 yes whatsup 然后然后现在呢 它是三个字符吧 但是我要给它处理成一个 四个字符的什么 yes whatsup 还有后面一个end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当 label当中啊 我实际上是得让它知道 什么之后 它要进行一个中指 也就是说 把我这样一个中指字符啊 给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呢 当它预测完这个up之后啊 它下一个预测 下一个预测 它看要最大的概率是这个end 那是不是中指了 中指了 我就结束了 直接把前面这三个字符啊 给我返回回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还是要对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去做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来看 第一步是有个star字符吧 最终是有一个end字符 在这里啊 经常我们是在 咱们的decoder的 就是对decoder的数据啊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预测数据 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当中啊 我们有一些特殊符 其实啊 咱们用三个特殊符就可以了 一个是star的特殊符 star呢 一般我们用go来表示 然后呢 中指符 中指符 我们用eos来表示 中间什么 中间就是你这个序列 正常的时候是什么 你就是它还是什么 只不过说 在前面加上了一个起指符 在后面加上一个中指符 让你的一个数据啊 知道呀 这是我的起始 这是我的中指 让它能够自己停下来吧 这是啊 我们要做的 那我们在编板的时候啊 其实实际上还有 还要做一些事情 在这里啊 再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嗯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的一个 是要把输入的一个数据啊 转换成一个项链 咱们来想啊 就是这是一个rstm吧 rstm你说我输进来一个r r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字符啊 咱们这个r的网络 能输入一个字符吗 不可以吧 所以说啊 咱们要把它给它 进一个转换 把数据首先做一个映射 那比如说你把这个r 给它映射成一个 100V的一个项链 这是可以的吧 那相同来说呢 就是r你要映射100V了 u也得映射100V free也得映射100V tm也得映射100V吧 需要先把我的数据啊 给它转换成一个 我r人网络认识的一个结构吧 那这里怎么做呢 嗯 简单点说 简单点说啊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把这样 每个字符 转换做它的一个 唯一的id吧 有了一个唯一的id 然后我把这个id做这样一个 embedding embedding的意思啊 就是说把这个id 比如说它是一个4 这个数字映射成一个10V的 那它10V当中啊 它每个地方都是一些小数值吧 具体的是什么值 还需要通过你的一个神经网络 去预测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说先把我的数据中间啊 就是在我跑rn之前 这块是rn的网络嘛 在我跑我的一个rn网络之前啊 就是这块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 embedding 就是做一个磁像量的一个过程 那怎么去做磁像量呢 之前给大家说过 有个东西叫做word to vector吧 我们可以啊 就是先训练一个word to vector的 一个磁像量模型 然后呢 直接把这个磁像量拿过来 映射到我的一个 这个embedding层上 相当于直接拿过来了吧 那你也可以呢 就是先把这个磁像量 先进行一个随接处置化 随接处置化完之后啊 你让整个网络模型 在这一系列学的过程当中 就顺便把你的磁像量也做出来了 也是可以的 相当于啊就是你的一个网络模型 就是这块更大了一些啊 这块要做一个磁像量映射 这块呢也要做一个磁像量映射 因为我们R的网络啊 就是输入的时候 它都得是一个认识的吧 你给它输入一个字符 它是不认识的 必须得输入一个 这样一个向量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做这样一个word to vector 或者说你自己啊 给它写好这样一个映射 把这个映射也加入到整个网络的模型当中来 一会儿呢 在给大家讲那个例子的时候啊 大家就能看到啊 我们这个映射是怎么去做的 然后啊 还有东西就是一个情感对话啊 现在我们在做一个聊天机器人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啊 现在的机器人底带有情感才行啊 聊天机器人啊 并不是那么好去做 但是呢 微软小便啊 做得很好 但是据我所知啊 它是还没有用这个东西sequence 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架构 因为这个架构啊 就是之前我是也是有一个想法 想做一个聊天机器人吧 然后拿了一批中文数据来之后啊 因为那批中文数据是一个公开数据啊 就是效果并不是太好 做完之后啊 基本上说不出来人话 我跟他说你好 他连你好都回答不出来 所以说这个数据上 这个问题还是很大的 然后现在我也在改进这个东西 如果说那个聊天机器人啊 我能训练出来很好一个模型 到时候呢 也可以啊 把那个东西再给大家啊 放到课里来 现在我还在一个尝试的阶段 对话生成啊 对话生成 我们书见一句话 说出一句话 那这也是一个 由序列到序列的一个过程吧 那下面呢 还有比较神的 这个比较神的 暂时啊 我还没看到一些应用 看到一些论文啊 说能去做这个事 但是具体能不能做 还不好说 可以做代码补权 现在他能做代码补权 那之后以后 可不可以自己去写代码呢 自己啊 帮我去构造一个 聊天机器人出来 可行不行啊 这个东西啊 都是以后的一个猜想了 从现阶段的角度来说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 还是有点不切合实际的 好 好